对于巴勒斯坦儿童的屠杀是这样子的 每三天就杀一个儿童 每三天就杀一个儿童 这是平均数 你看这只有几天而已 这个轰炸到目前来讲 只有九天 儿童已经死这么多人了 所以各位算算看 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 每三天杀一个儿童 他们杀了多少儿童 我们假想一下 如果某个国家占领了台湾 然后我们为了台湾的生存 为了不要被他侵占 我们来抵抗 这个时候对方却说 向国际发表声明 我们是为了我们的自卫权 这合理吗 不合理 所以我们必须要让这些 以色列的非法的 占领的行为 屠杀行为 一定要唤起 世人的重视 同时也要 希望他们 在国际的压力下 停止 无情的屠杀 残酷的伤害儿童生命 屠杀加杀 战争犯罪 屠杀加杀 战争犯罪 战争犯罪 我们今天所有刚才 文件造的团体来到以色列经报办事处前面 我们主要的这些团体是要来表达在今年这个月初七月八号 以色列当局 偏面说 他们有三个以色列的少年 在六月份被绑架屠杀 然后说是哈马斯所为 所以他们必须要对这个哈马斯 攻击他的平民 要予以反击 但我们都知道 国际间早就有另外的团体 这个叫做伊斯兰国的圣战团体 已经对外承认 是他们所做的事 而不是哈马斯 可是以色列当局竟然罔顾了这样子的一个声明 仍然刻意的去攻打加萨 这造成了到今天为止 到今天为止 已经将近两百人 两百人丧命 已经有一千四百多人 因为这件事情而受伤 而受伤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产无人道的人道危机 国际间非常强烈的谴责 从上个周末开始到将要来的这个周末 都不断的有团体进行谴责 所以以色列遭复到非常强大的人道屠杀的这种压力 所以他们在昨天硬是弄了一个 有关于停火的外交秀 这个外交秀呢 是由美国 埃及 还有以色列三方去达成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负责保卫加萨的哈马斯的武装的部队 叫做我们的卡萨姆里 完全没有被告知 然后呢就要求他们必须要停火 要求他们全面要去除武装 但是却不谈封锁的问题 不谈屠杀的问题 这怎么能够让加萨的人民接受呢 当然在加萨的保卫部队 会拒绝这种不找他们来商量的停火的协议 结果到了昨天晚上 我们台湾时间的昨天晚上 内塔尼亚湖以色列的总理就对外公开说明 说我们已经跟他讲我们要停火了 是他不要停火的 所以我们已经得到了国际法的合法允许 可以扩大我们的战事 持续扩大的攻打 加萨 我们的情况 现在我们加萨人民面对的情况 就是这么惨无人道的情况 这些人为了摆脱全世界对他们人道伤害 屠杀儿童的谴责 竟然演了这一出外交秀 用这个外交秀来让他获得继续攻打加萨的正当性 我们完全反对这种伪赛的停火 对不对 对 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埃及 以色列 和美国 这种似有若无的和平的户号 因为这根本不是真的 他们其实是为了要扩大战事 我们的诉求大概主要有五点吧 第一个当然就是要求他要停止轰炸加萨了 然后要把部队撤离 最重要的要将2006年以后开始封锁加萨的情况解除 再来 我们认为以色列从1948年以后违反了联合国的方案 进行了那场所谓的独立战争 就开始非法的占领了巴勒斯坦很多人民的土地 这些非法占领的土地应该要全数交还给这些巴勒斯坦人民 还有美国应该要立即停止军援以色列 以色列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胆子 就是美国一年给他30亿啊 所以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现在轰炸以色列所有的这些武器 美国的F-16 美国的阿帕契战斗机 阿帕契直升机 通通都是用来轰炸加萨了人民的 所以美国应该立即停止军援以色列 然后呢 现在战争这样停止了以后 我们全世界应该要尽人道的所有可能 全面来解救巴勒斯坦人在战争当中遭到伤害 最后就是我们应该要一起来背革以色列 不能让以色列这样 用这样的方式来破坏世界好不容易 虽然建立的非常困难的世界和平 应该是我们就要成功了 谢谢 谢谢